大家好 咱们都知道啊 中国古代从秦始皇称帝以来 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除了皇帝之外啊 其实还有一类人 离皇帝呢 只有一步之遥 那就是太子爷 很多人眼里太子爷风光无限 今天是太子 明天就是皇上 他爸怎么享福 他就怎么享福 但是呢 在中国历史上 太子成功继位的其实并不太多 而且这个职业风险特别大 不能继位的下场 往往就只有一死 今天呢 咱们就来聊聊 一个太子 怎么才能成功继位 首先咱们来说啊 你得保持身体健康 最起码得比你爸活的时间长 中国古代医疗水平极低 得个感冒都可能死人 所以可别小看这一点 中国历史上很多太子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没能登上皇帝的宝座 最有名的 就属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子朱镖 朱元璋老小子能活 71岁才挂 是明朝最长寿的皇帝 他的子孙们没有一个继承 他的长寿基因 太子朱镖不到40就挂了 他那一死 才有后来的静难之意 成祖朱棣 抢了大侄子的江山 除此之外 像乾隆时期的永连也是这样 永连是乾隆皇帝的嫡长子 这个名字是雍正给起的 意思呢 是成绩大统 乾隆一登基 就把立永连为太子的诏书 藏在乾清宫 正大光明点后头 结果永连不争气 九岁就死了 这个乾隆非常伤心 公开了诏书 并且追封他为皇太子 永连也是清朝明确册封的第二个太子 死了的太子 只能永远当太子 万一太子侥幸熬过了健康这一关 也并不是一定就能成功继位 接下来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他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怎么获得大臣的支持 有人问了 人家是太子 明天就是皇上 大臣怎么敢不支持呢 大臣凭什么支持太子 还不是觉得他当皇上对我有利 起码能保住我现在的荣华富贵 如果大臣觉得这个太子上尉对自己不利 那大臣就不支持你 就会想办法除掉你 努尔哈士的太子楚英 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楚英文武双全 帮着努尔哈士统一了满洲其他部落 后来又在对抗明军的时候 立下赫赫战功 被努尔哈士封为巴吐鲁 意思就是勇士 二十九岁封太子代替努尔哈士执掌朝政 没成想当了太子之后的楚英性格大变 对手下人呼来唤去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当时努尔哈士有四贝勒五大臣 这九个人也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楚英怕他们威胁自己的位置 天天跟这几个人较劲 把他们的战功一笔抹去 还没收了他们的财产 并且放出狠话 等我继位那天 第一个大事就是把这九个人杀了 本来这四贝勒五大臣并不是铁板一块 相互之间也有矛盾 但是楚英这么一搞 这九个人团结一致 要把楚英赶下台 他们联名给努尔哈士上书 说这个楚英性格残暴 没有人亡地主的气度 要是这个楚英继位 那咱就完蛋了 努尔哈士看到上书之后 也不得不考虑楚英的问题 本来想骂他几句 让楚英改过自新就算了 没成想楚英仗着自己立国战功 不思悔改 依旧我行我素 对这几个上书的臣子肆意报复 斯贝勒五大臣没辙了 只能再次上书努尔哈士 并且恳请说 楚英跟我们您只能留一边 有他没我们 有我们没他 努尔哈士没辙 知道再这样下去 还没夺得大明江山 自己就先从内部瓦解 只能牺牲楚英 把他夺绝圈禁 大臣们不依不扰 楚英不死 是终有隐患 于是想尽办法搜罗证据 不停的给努尔哈士施加压力 努尔哈士也没辙 在圈禁了楚英两年之后 还是把他给刺死了 当然了中国历史上 像楚英那样一次性得罪 这么多大臣的太子还是少数 一般来说 大臣还是比较支持太子的 不过有这么一个人 甭管多少大臣支持 他说不行就不行 这个人就是皇帝 这也正是影响太子能不能成功登基的最重要的一点 太子绝不能让皇帝感到威胁 中国传统社会皇帝权力至高无上 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比保住皇位更重要 就拿严嵩举例 严嵩全清朝也杀了那么多反对派 但是没有威胁到嘉靖的地位 嘉靖就一直让他做内阁首辅 把严嵩当一条好狗 你爱咬谁就咬谁去 后来徐杰举报严嵩的儿子严世帆造反 嘉靖二话没说 就把内阁首辅严嵩废了 就是这个道理 在太子身上这个道理也适用 太子身份非常复杂 在大臣面前是君 在他爸眼里是个臣 臣就要服从皇帝的命令 不能威胁到皇帝 中国历史上的太子 很多人就都毁在这一步 最著名的就是清朝康熙的太子印仁 太子年轻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好 当年有朝鲜人在中国做官 写给朝鲜国王的信礼 就称赞太子印仁 天资聪贵过目不忘 而且礼贤下世 有古贤王风采 也正是这样 印仁在朝中有不少的支持者 为首的就是太子的旧老爷索额图 他可能太喜欢太子爷了 看见印仁当了三十年太子 于心不忍 就拉拢一批太子的支持者 窜的太子造反 后来东窗事发 索额图被幽禁致死 太子也被牵连 没几年就被康熙废了 给囚禁了起来 这一废不要紧 长达二十多年的九子夺敌事件爆发 其中很多皇子都在拉拢朝中大臣的支持 康熙也不惯着他们 凡是拉拢大臣的 康熙就认为你威胁到他自己的地位 一律打击 最后闹得清廷乌鸟瘴气 励志混乱 而且从康熙朝开始 清朝的皇位继承制度就乱成了一锅粥 咱们说了这么多太子的注意事项 你就不难发现 太子想顺利继位太难了 又得健康的活着 还得能拉拢大臣 还不能过分 让皇上爸爸感到威胁 而且还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失败了就是惨死的下场 还是那句话 皇家自古没有亲情 只有君臣 怪不得南朝留宋 有一位皇帝在被迫退位的时候 发出愿生生世世 莫再生于帝王家的这种感叹了 好了 关于太子的事呢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